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次的改版之后呢 他新增了一个叫做探险徽章的这个道具 这个道具一共分为一般高级稀有英雄传说五种等级 那随着你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这个打怪地点呢 他会掉落不同的这个徽章 那这个徽章你可以直接使用获得魔法娃娃制作硬币 也可以透过一个类似收集品的这个系统 把娃娃的这个探险徽章放进去 那就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一些效果 相信这一次改版之后应该就会有许多玩家去玩这个系统了 至少他不会让你进去之后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一周的更新同时也把最后一个文样 也就是沙哈文样把它新增进来 那他的主要用途呢 是增加经验值奖励 以及减少英海萨祝福的这个消耗 那除此之外 他还有MP最大量的这个提升 以及MP回复的提升 那随着等级的提高 在最后会有一个绝对属性 他会增加更多的经验值奖励 那最高可以增加到15% 但是抽文样的这个几率啊 就小编也强化给大家看 那大家就参照一下吧 以前大家在打怪练功的时候呢 当你要传送到一个长区的练功地点 你必须从地图的左边 不断的往下滑滑滑滑滑滑 你才能找到这个地点 但是这一次更新之后呢 他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最爱 就是你可以把你长区的这个练功点 在地图的右上角点个星星 把它储存到我的最爱里面 那下次当你要传送到这个地点的时候呢 你只要切换到我的最爱的页面 他就会列出所有标记为最爱的这个地点 那就可以快速的传送到这个地方去 虽然说目前的游戏快捷键 已经增加到左右每边各16栏 但是对很多玩家来说 16加16栏的数量还是不够实用 所以这次改版之后呢 再增加4栏也就是加8 那现在总共有40栏可以使用 接下来新增的是魔法娃娃的部分 这次新增的总共有6个魔法娃娃 分别为一个高级一个稀有 两个英雄还有一个传说 在高级的部分呢是黑暗骑士蓝 在稀有的部分新增的是阿鲁巴蓝 那这个主要是增加药水的恢复力 那在红娃的部分呢新增的是克特 那克特的话主要是增加他的负重还有减伤 另外一个阿鲁巴虹呢同样是可以获得不错的经验值 那他主要呢是增加药水恢复力还有近距离的命中 负重奖励的部分呢增加的是1300 那在传说的部分呢新增的是堕落 对于法师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娃娃 他的MP绝对恢复加15 而且魔攻加3 以及魔法伤害加10 再来是变身的部分 这一次新增总共有6只不同的这个变身 那其中稀有的总共有3只 但是3只这个都是低于一般蓝变的这个能力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让你增加收集品效果的一个变身 那在英雄级的部分则增加了警卫弓和警卫锚 但是都是绿色的 那他的能力呢主要是增加近距离跟远距离的PVP伤害都加2 那传说的部分新增的一个叫做黑暗哈丁 他的能力呢主要是近距离伤害加5 以及防御减3 那这个对于打架来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上个礼拜之前推出的这个世界副本崩坏之岛 现在已经常态化 常态化之后时间调整为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半 大概就是台湾的8点30分 那玩法跟之前是一样的 唯一变的是他的时间 最后也是这一次更新最重要的也就是一望之岛 那这个的话当然是很多玩家期待很久很久的这个活动啦 那小兵相信这个活动 他之后也会变成是一个常态的世界副本 那他现在的设定是每周3到每周5 台湾时间的下午5点到晚上11点 如果是韩国时间的话就是6点到12点可以进场 那每天的话呢可以进入6个小时的时间去打怪 可以看到画面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宝物 就是可以在一望之岛上面打到的 那一望之岛呢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的怪物强度其实非常高 所以原本的设定只限制80级以上玩家才能进入 可是这一次为了活动推出的关系 他把等级降到75级以上就可以进入挑战 那相信很多人都想要在这边打宝 那这个台湾推出之后呢相信也会吸引很多玩家前往啦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改版内容 相信大家对于部分游戏的内容还没有非常的理解 不过没关系 在之后呢小编会透过录影或者是直播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韩版的最新内容 包括一望之岛的部分 那如果想要关注这些最新的动态呢 记得在影片的下面按下订阅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的影片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